第十章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除了那日破碎的珠帘 裁决神殿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任何灰尘 当然不包括那些夹在石缝深处 只能被墨于神座上的恐怖气息逼将出来的细杀 但至少在地面上跪斑上绝对不会沾惹到什么污物 所以子墨统领站起身来 轻胆吸头这个动作并不能真的胆落什么灰 只是借这个动作表示自己对神座上少女的轻蔑 或者是想用这个动作来重拾信心 好让自己不被墨于神座的威亚重新压垮 西陵神殿骑兵一共十队 每队都有一位统领 子墨其人修为境界早入洞悬上镜 与陈八尺齐名 他当然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是叶红瑜的对手 然而他此时必须站出来 因为他不想死 叶红瑜眼睫微眨 缓缓睁开眼睛 看着神座前方的这个人 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未及说话 嗅眉微醋 痛苦地咳嗽起来 一名侍女紧张地走到神座前 地上洁白如雪的丝巾 叶红瑜接过丝巾 轻轻地擦拭唇脚 雪白丝巾上 顿时多出两朵红梅 西陵神殿的所有人都知道 叶红瑜受了重伤 包括这些实力强大的统领大人在内 然而虽然财爵司一向奉行的 便是弱肉强食的冷酷法则 却没有一个人敢趁他受伤的时候发难 因为没有人有信心 当日叶红瑜一箭刺破了珠连 杀死了前任裁决大神官 坐上墨语神座后 神殿的所有人都以为 他会就此接任神殿裁决大神官一职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他在闭幕休息片刻后 竟是走下了墨语神座 向着桃山最深处的那座 白色神殿走去 在无数人震撼莫名的眼光注视下 一招重伤了神尉统领罗克迪 如果不是长教大人发话 只怕他会直接把那人杀了 先杀裁决大神官 再杀神尉统领 世上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即便能够做到的人 大概也不敢这样做 按道理来说 叶红瑜就算破镜入了之命也做不到 但他敢做 而且居然真的让他给做成了 当日那道青山飘行在桃山上的画面 必将永远地停留在神殿所有人的记忆里 而这一意也完全奠定了青衣道门少女 在神殿里的地位 从那一天开始 财爵神殿将不会有任何人胆敢挑战他的威严 子墨不敢 就算看着他咳血 知道他这个时候重伤未愈 连续击败恐怖的财爵大神官和强大的罗克迪统领 神座上的少女居然没有死 只是受了些伤 那么这绝对不能说明他很虚弱 只能说明他强大的难以形容 叶红渝撑着下河静静地看着他 轻声说道 跪下 此时依旧跪在神殿地面上的神殿和执事们 听着这两个字不由面面相觑 很自然地想起那日神座大人走入神殿时的画面 想起当时自己曾经无比狂热的集体呼喊 跪下跪下 脸色顿时变得极为怪异 神官和知识们读懂了彼此眼神中的恐惧和想法 纷纷抬起头来 伸手指向唯一站着的子墨统领 愤怒地大声呵斥道 跪下 数百人的声音无比整齐 如雷声一般轰隆响起 回荡在空旷的裁决神殿里 人们的神情是那般的愤怒 唾沫乱飞 声音喊得有些嘶哑 五官扭曲变形 看上去就像是一群狂热癫狂的疯子 叶红宇平静地看着 有些满意又有些厌倦 听着身旁传来的如雷喝齿声 看着身旁同僚们脸上往日里温和 甚至谄媚的神情变得如此的冷酷而愤怒 紫墨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身体变得越来越僵硬 甚至有些无法保持平衡 像虚弱的病人般摇晃了起来 为什么 他再次问出了这个问题 只不过不再像先前那般平静 甚至刻意带着一丝不公 眼神里充满了起怜的神色 那名神官和尚厚厚的卷宗 看着紫墨和那几名跪在地上 不停叩首求情的骑兵统领 含声训斥道 放肆 尔等身为神殿将领 却堕落如私 神座大人念在你们为裁决司 立下些许为功 特发慈恩 不夺躯壳 只剥夺尔等私职修为 贬为庶民 尔等不敢神恩 居然还敢再次啰嗦 不夺躯壳 便是不杀头 然而紫墨等人身为西陵神殿的骑兵统领 这些年来替裁决司在世间追杀魔宗余孽 搜捕异端 不知做过多少灭门毁护的事情 有无数人都恨不得他们去死 如果真的被强行废掉一身的修为境界逐出逃山 失去西陵神殿的庇护 那将面临怎样凄惨不堪的结局呢 听着这话 紫墨的身体摇晃得更加厉害 险些跌倒在地 看着远处神座上的少女惊恐地喊道 只有罗达统领才有权限触罚我们 神座大人 你跃全处置 难道 难道不担心掌教大人会动怒 叶红鱼缓缓地坐至身体 看着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罗克迪统领如今卧病在床 所以掌教大人把你们的管辖权重新交回到本座手中 西陵神殿神卫统领罗克迪 是进入知命境多年的大修行者 这种人怎么可能生病 所有人都知道 所谓罗大统领卧病在床的真实原因 根本不是病 而是被叶红鱼重伤将死 想到这点 裁决斯众人更是心生含义 裁决神殿里 整齐如雷的喝止声渐渐消失 紫墨的脸色愈发的苍白 他失魂落魄地站着 嘶声说道 神座大人 请明示 我们这些人的身上 到底有什么罪孽 那名神官面色一肃 正准备再训斥几句 就在这时 叶红鱼举起手来 这名神官马上闭嘴 千倍地退到了墨语神座的侧房 叶红鱼静静地看着紫墨和那些骑兵统领们 看了很长时间 裁决神殿里 鸭雀无声 死寂一片 叶红鱼忽然微微一笑 平静却不容置疑地说道 你们很清楚 什么罪孽都是假的 本作之所以要把你们逐出神殿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初你们曾经那样看过本作 那么本作便再也不想看见你们 子墨顿时明白了 去年春天 叶红鱼舵静虚弱 整座神殿都在传闻 罗克迪统领已经获得了长教大人的认可 准备向他提亲 在这种情况下 以陈八尺为首的神殿骑兵统领们 看叶红鱼的目光渐渐变得不同 有的人像陈八尺一样流露出贪婪 有的人像欣赏孱弱美女般带着怜惜 有的人像看嫂子般的目光有趣 这些目光里没有什么敌意 更不是全部都带着恶意 然而当那些目光是落在裁决大神官的身上 那么便都很该死 子墨绝望了 低头看着神殿光滑的地面 似笑非笑 我们 我们替神殿 立下如此多的功勋 就因为多看了两眼 便要死吗 多看一眼 便很该死了 叶红鱼微笑说道 如果不是想着你们曾经 替裁决司立下些功劳 你们以为本座 还会让你们活着离开逃山 子墨看着墨语神座上的叶红鱼 带着最后一丝希望 颤声说道 神座大人 我们这些人 还有些用处 以神修为 还能替神殿 不 替大人 您办些事 就这般废了 朝时有些可惜 请您给我们一个 戴罪立功的机会 叶红鱼有些疲惫 重新称何办 已说道 我说过你们本座无罪 那么何来戴罪立功的说法 我只不过是不想看见你们 那名神官再次走上前来 看着这些骑兵统领 平静说道 稍后 自去接受惩罚 神座大人 敏儿等不易 特赐老马一匹梨田 银百两安家 裁决神殿内数百人跪拜余地 无体颤力 莫不敢从 子墨垂在身盘的双拳 缓缓捏紧 身旁的那些统领 也忍不住抬起头来 叶红鱼根本没有看他们 那名神官看着他们 却像是根本没有看到 他们此时情绪上的变化 继续面无表情地说道 日后 若儿等再踏入西陵神国一步 死 若胆敢在世间提及自己 曾效命于神殿 死 若怀恨在心 出口妄言 死 子墨看了看四周 一片静寂 那些统领在听到了这番 冷酷至极的判决后 也不敢再与他对视 两久后 他脸上的挣扎神情 尽数化为浓郁的自嘲 他黯然地叹息一声 缓缓跪倒在地 痛苦无言地 接受了这个冷酷的惩罚 裁决神殿侧方 亮起圣洁而冷漠的光辉 响起了子墨痛苦 愤怒如野兽般的嚎叫 启兵统领们凄厉的痛呼声 此起彼伏不停 他们勤奋苦修半生 终于进入动玄境 成为了真正的强者 然而在今天 他们修为破费 成为了比普通人更不如的普通人 渐渐的 黑色的裁决神殿 恢复了平静 甚至变得更加的冰冷恐怖 空旷的神殿内 幽济有如非人间 夜红鱼坐在红色的墨浴宝座里 面容平静 墨浴神座很大 坐着似乎应该很不舒服 但夜红鱼坐着很舒坦 那名亲信神官跪在神座前 低声劝接道 神座大人 子墨等人确实很有实力 而且看他们先前的表现 对您的忠诚可以期待 就此把他们打成废人 逐出神殿 着实有些可惜 而且 罗大统领那处 夜红鱼在神座上 微低着头 以手称和 似乎睡着了一半 罗克迪这个手下 败将和族倒栽 将来某日 我总是要杀了他 既然如此 我何必还要考虑他的感受 而且所有人都没有看到 这个世界正在变化 将要变化成很多人都陌生的模样 在那个世界里 即便是知命境的大修行者 也随时可能被人杀死 任何以众动玄境修行的想法 都是那般的可笑 大唐天启十六年 西陵大志 三千四百四十七年 深春 七名神殿骑兵统领 被新任裁决大神官夜红鱼 废取了一身修为 逐出神殿 严禁在踏入西陵神国一步 这些曾经风光无限的统领大人们 牵着一匹老兽的羹马 怀揣着一百两银子 带着他们的护从 向丧家之犬般走下了桃山 在西陵神殿教典的记载里 这七名骑兵统领的罪名很含浑 只有一个词 堕落 于是他们拥有了一个耻辱的代称 堕落骑士 而西陵神殿里的人们都很清楚 这些骑兵统领之所以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 只是因为在前一年的春天 他们在人群里多看了那名少女一眼